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就会产生那种不甘心给人欺负或占便宜的感受 此时如果找到一位与自己产生共鸣的律师 就会信心大增 连一位向来胆小如鼠 顾忌经济压力的人也会突然间高呼 打 但是打官司很少是完全没有风险的 一个人的案子也很少是实权实美的 绝大多数的时候 一定是两方在处理事情时有一些不妥之处 譬如赶时间 缺乏沟通 贪婪 缺乏经验 没做好功课等因素 都是发生纠纷的根源 因此大多数的案子当中 双方都会各有破绽 若过去每一个步骤都处理得妥当的话 很可能就不会搞到要打官司了 万一私下解决不了 需要主动的一方 很可能就会采取法律行动 一般会先请求律师发出一封律师信 希望凭一封信就能够让对方知难而退 完全接受自己的条件 而同意妥协 凶狠律师信未必效果好 不过律师信的功效取决于很多因素 除了对方的经济实力及心态以外 还有律师本身的信誉与权威 假如对方的实力强 想必他后台一定也会有位律师 他的律师除了会用他的法律知识与经验 帮他分析他的权益与风险外 还会试图探听对方的律师的背景 如今网络如此先进 一打开电脑上网 你律师的背景就可以一目了然 如果你的律师是某一方面的专家 而且是一位律师界中 颇受同业尊敬的佼佼者 且办案非常的专业 具有说得出来就做得出来的作风 那么他所写的信 也比较受对方的尊敬与重视 但是律师信誉 也只能够带来一半的功效而已 其他还要端看信件的内容 有些客户希望律师用严厉的口气写信 越凶越好 但是光靠凶未必能够达到效果 有时候反而会收到反效果 最好还是先看对方是什么人物 但千万别太低估自己的敌人 就算对方没有实力 也未必一定要用太凶悍的字眼来写这封信 比如住在旧金山的租客 虽缺乏实力 但也能从维护防客权益的非盈利组织 获取免费的法律保护 事实陈述考虑阅读者律师信上 所用的文字及其文笔 对于一位没受过法律教育的人 往往会产生一些心理上的作用 但是在专业律师的眼里 未必如此 有效的律师信 一般会稍微陈述纠纷的事实背景 再把加州法律运用于其中 分析必须正确 否则就会让对方的律师 觉得你所雇佣的律师非常不专业 马上会对你的律师失去尊敬 因此信件不仅没达到效果 反而提升对方的信心 一位律师在写律师信时 要随时考虑将来这封信 会出现在其他律师的面前 小心这封信会给他带来形象的破坏 日后他写的律师信 就会越来越没有功效 因为同业者会越来越不尊敬他 并非每一个情况下 所写的律师信就能解决纠纷 一般在单纯的地产纠纷 而且你的法律立场 很明朗的有利的情况下 所写的律师信的成功率较高 例如买卖房屋定金没收或退还 房东房客押金减扣等纠纷情况 此类比较常见到一封信 就完全解决纠纷的效果 但是在其他比较复杂的情况 如借限或产权等纠纷 就不是一封信能够解决得了的 当然假如一封信就能够彻底解决纠纷 客户也许会觉得律师所提供的服务 物超所值 只需要花几百块钱 就能够省下上万的诉讼费 解决纠纷要有诚意 尽管一封律师信未能解决问题 但也扮演着极重要的角色 信的内容会透露出一方 对整个纠纷的看法及态度 也反映出他的修养与内涵 对于未来对方与你解决纠纷的态度 也会有所影响 尽管在你理亏的情况下 虽然不至于明显的认错赔罪 但未免对方将来在诉讼中拿来对付你 我们也可以透过律师信向对方表达你的诚意 例如 房东无意中触犯了住房歧视法律 律师在写律师信与房客沟通时 就要特别谨慎 因为房客很可能以投诉至有关州 及联邦住房歧视部门 这封信很可能将来会出现在他们眼前 万一与房客私下解决不了纠纷 若信显示出房东的态度过分强硬 有意利用律师信压制房客 而房东有很明显的有歧视行为 政府有关部分就会认为 房东仍然执迷不误 决定展开全面调查 收集充分证据 准备将来把此案交给首席检察官提诉 房东就很可能陷入一发不可收拾的境地 后果不堪设想 反之 若房东表示愿意尽早做出弥补及改过 就不需要面对严重处分 律师信在地产纠纷当中 所扮演的重要角色是无可厚非的 写律师信时 应当给予多层面的思考 包括客户及对方的法律立场 心态 实力及未来的可能读者 如果能够利用适当的口气与态度 或许才能达到你要的效果 如愿以偿 今天的节目就同大家分享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